朋友们好 刚回来不大一会儿 上那个针所去打针去 回来我就赶紧 我说这秋冬交际的时候 我得补一补了 然后我高骨头炖的烫 下的冬瓜 然后又下点什么玉米 豆子辣 反正一堆热乎乎喝了一通 刚吃完 我说赶紧跟大伙聊几句吧 有个朋友 担心高冬考不上 我还不想上级校 这个朋友挺着急 我看挺心急的 我问移民怎么样 工作好不好找 我正好那前几天 也有好几个朋友 就是问我 说这个移民 就上那边打工 这个工作好不好找 这个事 我就这个问题 跟大家说一说吧 今天外面挂台风 就呼呼的 我就等着 我说这个台风 到底什么样 叫原规 这个三亚的航班 什么 就是环岛高铁 好像都停了 飞机一场 那个航班也取消了 然后刚才我回来 在楼下碰着两个 就是物业的工作人员 就是打扫卫生去 刚才我可别出去了 我说我不出去 我这不是拎油菜 上超市回来 我说我在屋台 我哪儿不去了 我明天后天 我打算这两天都不出去了 刚才回来出租车司机也说 说这次台风 跟之前的不一样 大 我其实我看一下 大多大 说五点钟登陆 现在已经是五点半了吧 还没看着 我这个风特别大了 我看外面还没啥样 树梢就是那么来回刮一刮 可能真是南海关系音保佑的 这个大佛保佑的台风到这就过去了 对 说今天是在万丁穷海那边登陆 又扯远了 扯哪 说那个回答朋友问题 就是先说这个孩子上学这个事 这个朋友我跟你这样说吧 就是小孩学习不好 你这个现在也别着急 很多孩子小时候初中 高中时候可能不怎么样 然后到高中时候还可能还冲刺 完了 再一个呢 就是小孩子不爱学习 你得鼓励他别打击打 谁爱学习 别说小孩不爱学习 你就说我吧 这么大岁数 我这段时间这几天说写文章写 把这个长篇连载写完 那这拖拖拖又六七天 好像没更新了 之前还保持挺好 三天一个三天一个的 那几天正难受身体不熟 我而且哎呀不行 我有病了 我得歇歇 我不干了 完了就更了一天 这两天又想儿子结婚 这边忙活 哎呀我也不干了 这你看儿子结婚婚了 这两天了 我又一笔没写 我心今晚的 刚才喝了点咖啡 今晚我得写写了 这样不过回类之前 把他写完的 就说这个孩子不爱学习这个事 真是大人 着急也没用 你越着急 一天天默默道道的说 孩子反感可能 起腻反心里 更不爱学了 完了还有一个说 现在发教育嘛 就是高中这个 学习以后啊 我孩子可能是适合上高中 考大学 有的是往这个技术方面 往那边清洗了 这个我也说不准 但是我觉得要是有这个政策一点点 可能也也许是好事的 咱们中国这个传统教育都是 冲骨道金都是 有句话不说吗 万般劫下品 唯有读书高 所以从这个冲骨道金呢 都觉得读书是唯一出路是 也未必 社会发展呢 可能是技术类人才缺少 像技工型的 各方方面面也缺少这方面人才 这就看孩子自己怎么样了 小孩子如果他是读书那种 喜欢做学术研究的 他可能真是往那方面使劲 他愿意学 愿意往那边发展 上大学 考研的读博啥的 有的孩子 他可能就适合愿意动手的 动手能力强 那孩子 他如果在学习上 他不愿意 就强 强逼迫自己往那方面学习 就是一些技术类的东西 他看他愿意骨头啥了 你是愿意整电脑啊 还是愿意做点这个什么 手工雕刻了 就打个比方说 说得不全面啊 这方面呢 孩子的学习之余呢 家长也多鼓励鼓励的 哎呀 我真是不会说 说不好 这脑 刚才心里想挺多挺多的 好像就想表达这方面 就是家长呢 看孩子这个个性发展 也别说 他不是学习那个料 硬把他往上逼 逼孩子可能慢慢 还真出点其他问题了 心理上出问题了 更不好整 还有这个家长说 上那边 孩子上那边上学 我了解 对吧 我家住的孩子呢 都是要上高中的 就是以前这些孩子 有的爱学习 有的小孩也不爱学习 我跟你讲 就是那年就是住 有一个孩子 一个内蒙 那个包头 对吧 一个小男孩 就不爱上学 他个地下室住 天天不去上学 我叫我也不去 叫也不去 有时候老师来找来 后来呢 他住那个一年十个月吧 基本他在80%在家不去 白天睡觉 晚上打游戏 打电脑 就是不喜欢 可聪明了 我没说楼上 我那个电脑不好使了 我儿子给我整整 半天还是黑型 也不好用 我儿子说 哪天我给你换一个心理的 不要了 后来这个乔神上了楼来了 吃饭的时候 我说 我就试探了 我说乔神阿姨 这个电脑不好使了 你哥哥也没整好 你看看他 披着啪 这就是小手 跟他这样的 披着啪着几下 这个屏幕就恢复了 你说这孩子 这不是人才吗 所以说有的孩子 可能学义不好 但是他有其他方面的天赋 可能是做别的就好 所以这真的 家长别上火 就是遇到不爱学义孩子 尽量是争取 鼓励他 让他好好学义 但是要实在实在不行 你也别着急 也别上火 以前老人不解 有句话讲 老天饿不死 下家乔 更何况是现在 家家就一个孩子 父母跟 准备的经济条件 啥都不差 长大他肯定能找到一个 自己安身立命的本事 这个我就反正是劝人说了 说好像挺轻松的 我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 其实玩到那时候 也挺着急的 这确实是我能理解 那十几岁上 要考高中的时候 那我以前视频里讲过 我就不在这啰嗦了 也是着急 之前那几个朋友 说找工作的事 看男的女的 我就是先以男的说 男的要是英语不好 有的英语好 也是到那边 也马上不能找到 说对应着自己 那种专业工作 有很多都是 一点点 从这立功开始做起来 然后后来 找到自己专业工作的 这些技术类的 我不懂 我也不下说了 我只能是从猴哥 我俩这些年经历 接触的人 都是这个立功 大多数都是英语不好的 英语不好 你要肯出力气 要是像个城里长大 挺娇弱的 没干过啥力气活 那还真不好弄 那可能只能是找一些饭店 后厨什么 这些东西 你要做销售呢 你也得会英语 英语不好 也做不了销售 然后那个 就像立功活吧 出力气的 那个像 反正加拿大 主要是围绕房子 因为加压 它都是把钱 大多数都是 都花在房子上了 维修啊 美化这些 你像装修的 室内装修的 木工的啥 那种小工多好找 因为装修多嘛 华人装修的 我觉得可能都得有几百家 就是这个小公司 光那个华人网站上呢 就是以前就是 好长时间 我看就一百七十多家 那这两年以来 不还得增加吗 完了这几年 这个多伦多房子 一直呈上升趋势 所以人们卖房子有钱 着急卖房子啥 他都是在 啃在房子上花钱 你是卖卖华人 卖地板 卖什么的 卖这些建材件的啥都有 然后就是一个木工装修 还真是说室内的啊 干这个小工的 小工活啊 可能是十六七块钱 应该有 还有二十的吧 也有 但是我不太清楚 真不太清楚 法定工资是14块钱 一小时 那干小工就不一定能挣多了 现在大部分就挣得高一些 然后还有这个园艺活 园艺就是外面 像猴猴干这个在外边这个铺砖呢 铺草地呀 还有做围栏呢 还有这个砍树修树啊 反正在花种草的这些 这些主要是这个 这个 你敢认那这个东西也是你分的啥 你是技工啊 要是技工你会铺砖 你技术好 把那地砖铺六平的 大工属于大工的 挣的工资就高一些 要小工的 现在我觉得可能也是十五六块钱 十六七块钱一种吧 还有像是在那个房顶 修屋顶的 修屋顶铺这个瓦片的 这个也是 你要大工呢 就挣的多 然后小工呢 要上房的话 可能工资 小工就低一些了 但是就是在像加拿大那些工作的正常年轻人 要是刚参加工作的 毕业才就工作那种 那都是一般就就是十四五块钱 就是最低工资标准 然后还有 我就是围绕房子的这个活不少 要是像难的 要肯干 能干两世外这些活的 那到那块吧 应该是活还可以能找到 但是就确实辛苦 真是辛苦 我在这块只是把那个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但是我心里由衷的说呀 这些就是朋友们想要出国 说找工作挣钱 那啥的 你要是单纯为了上那边挣钱 那不是那么好挣的 你想想 应该你挣个两三千块钱 假如两三千块钱 家园的话 你还要租房子 你还要吃饭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你要大车呀 或者是你买车开车汽油啊 还有手机费呀 网络费啥的 这些东西 加一起 钱也不少 你最后也剩不多少 还有一个我回来一看呢 我可能是走的也都是这些好地方 都是这个大城市啥的 我就觉得在 假如说你在偏远地方 要出来找工啊 不一定说非得上外国 上外国去 现在不是说得想去就去 你得通过中介 要花一大笔中介费 然后还有 肯定是钱不能少花 我觉得最少也得十几万块钱 你有这个钱 莫不如在这个国内好好发展一下 在国内你是做点小生意啊 还是我看这个外卖小哥啥一天 我之前问过他 他说做好的一个月也能挣一万块钱 要是这样的话 手家在地的 你就不用花那笔投入 是不是挺好的 还有一个如果在国外没有身份啥的 那种一旦得了毛病 那很难很难的 得了病那就是高额医疗费的 那不是一般的 就那天跟猴哥在一起干活 那个我说沈阳老李大哥老两口 在那一共待了四年 他们是一共带回了一百万人民币 四年干的 那大哥大嫂那吃好苦了 真是那大哥就跟猴哥干活 猴哥不干活没活 他就出去跟人修下水 就墙角漏水了 有一次那个挖那个就修墙角漏水 不漏 叫防水不漏的那个活 就是有些外边水渗到墙里渗到地下室了 然后就把那个墙根挖开 挺渗到一人都渗 然后把那个重新贴胶 贴上那个胶皮定到墙上 完成重新填埋下做那个 有一次那土啪呀倒下来了 差点被把它埋里头 我还有一次惊险的 也是他做那个 跟着做 做那什么 理事台面那个活 干那活 跟着坐那个车 送台面 那个车跟别的车相撞 出车祸了那次 好在人都没事 他在后边坐了 这两次事都挺惊险的 那个大嫂是在那个超市 就是超市那个后台 卖熟食那里头干活 他俩就特别少 都是基本都不在家吃饭 就是有时候晚上在家吃点 有时候是那个大嫂哥 超市干活 一天都在那吃了 我那个大哥 那个是周五都在外边吃 就是晚上回家 自己捅过点 又节省又什么点 这是四年 现在想一想 如果家里头条线差不多 人活就这么一辈子几十年 这没必要出去 说 哎呀那个累 受那辛苦 但那个惊险 这是我心里话啊 我也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 大家有啥意见 也给点参考 哎呀 还得补充点 刚才说这个孩子 上那边上学的事 我给辣爷就岔过去了 我就说 小孩在那边确实轻松 小学时候 像我们家在那住宿 我看放学下午三点钟 好像孩子小学就放学了 早上上学是八点呢 也不是九点 反正挺晚的 回家还不留作业 这孩子确实是轻松 孩子在学校呢 也不用说是 就是对学习那么紧张 但是到了高中以后 考大学 这个阶段也不轻松 考大学以后也 大学是容易进去 但是毕业出来也难 但是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小孩在那边上学呢 他可能老师会发现 这个孩子说 喜欢啥呀 这孩子有什么特长啥的 会根据孩子兴趣来 来安排这个孩子的 未来的走向什么 这一点可能做得挺好 不过我家里没有 这种小孩子上学 对这些我也不是很了解 然后有朋友是想了解 这个小孩子 这个上学情况呢 可以加一下 那个多伦多李老师 那个那个微信 让他看一下 因为他家有小孩子 他能了解这些情况 哎 你们也可以问我 我就告诉你 把那个李老师微信告诉你们 啊 哎 行 就说这些吧 朋友有什么看法 留言表达一下 好 谢谢